玉里镇公所则是在开春的第一个工作日 到了玉里协天宫还有妈祖宫 由镇长龚文俊率领各客室主管到宫庙参拜祈福 祈求政务顺利风调雨顺 玉里平安吉祥 兔年的第一个工作日 玉里镇公所先来到玉里协天宫以及妈祖宫 镇长龚文俊率领各客室主管来到宫庙来参拜 进行祈福仪式 龚文俊表示 过去的两到三年全球受到疫情的影响 不管是观光还是经济 人民的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连心情情绪也有很大起伏 来到协天宫妈祖宫 祈求政务顺利风调雨顺 玉里平安吉祥 我们地精爷以及众神能够保佑 让我们公所的这些公所同仁 来自对于这些工作的事项 以及对百姓 乡亲们的交互 能够更顺畅 让我们的玉里镇尽快的找回竞争力 另外龚文俊表示 开工之后持续跟代表会 以及各机关部门协调沟通 让玉里的政务推动更加顺畅 以民为本思考 促进政民们的福利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